过去佛法教有很多故事 说一个小和尚 刚刚进庙不久 刚刚进庙不久啊 他一念金刚经 一念金刚经 金刚菩萨下来了 一个腿冲的咧 就金刚菩萨 一个腿冲的不得了 一个腿站在庙的前面 那个大厅里啊 哇一看这么高 小和尚他不知道啊 他一看 诶 金刚菩萨来了 咔咔咔咔咔 跑过去 抱着这个腿拍拍 然后就说 啊 金刚菩萨 结果金刚菩萨 有何尊址 请主 请分布 你把庙门给我反一反 尊址 第二天早上 庙门到那边去 那个老和尚早上 爬起来一早 就后面了 跑到那去 心想 怎么回事啊 就把小和尚找来了 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回事啊 师父啊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啊 我一念金刚金啊 还金刚菩萨就下来了 我 一下来之后 他问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跟他讲 你把庙门换一换 听他一讲之后 一个老和尚啪 眼泪下来了 我八十多岁了 我从小出家 念了一辈子金刚金的 金刚菩萨都没来过 你为什么这么小 一念菩萨就来呢 不相信 今天晚上 你再叫金刚菩萨下来 你再叫金刚菩萨下来 老和尚躲在边上看 就像和尚就来了 金刚菩萨就下来 砰 一个腿就下来 这个时候老和尚憋不住了 一看到金刚菩萨下来 啪冲上去 抱住老和尚的腿 抱住金刚菩萨的腿啊 抱住那个金刚菩萨的腿啊 不放啊 哭啊 菩萨啊 金刚菩萨 我念了一辈子金刚金 为什么你不下来啊 为什么你不理我啊 脑泪纵横 结果金刚菩萨跟他说 因为这个小和尚 他已经修了三十四四的金刚金了 念了 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们 人只要努力 不管你 年纪大小都能成功 你们看看你们的事 我修了多少事啊 你们不要看我现在 以在家居士的样子出来 我穿法衣的时候 我做方将的时候 你们说不定都是小和尚 所以啊 告诉你们 啊 这个世界上师父再讲一遍 没有成功与不成功的 看你做与不做 学佛人要精进 彼岸就在你眼前啊